大家好,我是SILENT 今天很高兴能够再为大家介绍Newskin的产品 那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呢 是因为我现在所处的地方是 在森林当中,这个地灵人寂的地方 我现在在石门水库这里 所以在这么优雅的,优美的环境的地方呢 我要跟大家介绍的呢 就是我们Newskin的超级灵芝系列 那因为灵芝这个东西 在这个坊间有太多太多可以选择 那为什么,为什么要选择Newskin的超级灵芝呢 它跟其他坊间的灵芝有什么不一样 首先我要先跟大家讲的就是说 灵芝我们其实大部分吃的不是为了要吃它那一株灵芝 主要是要吃它里面的灵芝多糖体跟三铁类 灵芝多糖体跟三铁类 那这东西呢,在什么地方含量最多 其实是在它的紫石体 所以我们一般在坊间看到很多这种灵芝的胶囊 或灵芝的产品都是菌尸体 我下面这一张弄给大家看会比较清楚一点 紫石体跟菌尸体的差别 光是在栽培的时间就差异 差异很大,就差了十几倍 一个要一百天以上才会栽种完成 一个是七天 那紫石体就是我们看到灵芝那一朵 像香菇的那一个叫做紫石体 那菌尸体就是下面的 你们看到,下面这个吁吁 所以我们现在在坊间 为什么说价差可以这么大的原因 就在第一个 大部分都是菌尸体 记住哦,就算是那些大产 什么葡萄王的那些 大部分你去看它上面都会标示 它是菌尸体 那Newskin的灵芝完完全全是取自 它的紫石体上面的包子 而且是全破壁 利用高速气流粉碎法 把所有的包子去做全破壁 全破壁的萃取 那灵芝的紫石体跟菌石体 差异这么大 可以影响到灵芝的售价 还有它的效果以外 那栽种的方式呢 我这里有一个 一些资料可以分享给大家看 栽种的方式 我在网路上看到了一些 这个外面栽种方式 大部分都是采用这种 类似太空包的方式 就是你也不知道 那个穴穴或木穴 到底哪里来的 太多了,你看 你觉得这种东西你敢吃吗 这种东西你敢吃吗 木穴理论上 灵芝应该是吸取日月精华 吸取日月精华 就是说它应该是在 非常好的一个木头上面生长才对 怎么会是生长在太空包里面呢 木穴呢 所以效果当然会有差 那我讲那么多 那Newskin的 Newskin的灵芝怎么栽种呢 来,我们稍微来介绍一下 Newskin的栽种的环境 几秒钟介绍给大家看 因为这个影片网路上 你们都可以搜寻得到 来,我放给大家看一下 几秒钟而已 我们栽种的地方是在 大别山国家公园 那这个栽种的环境 取自三到五 就是取这个断木 有机断木去栽种 所以你光看这个环境 跟刚刚那种 你看差异这么大 而且每一株 每一段断木 上面都只能生长出几棵而已 不能像刚刚那个大量去生长 大量去生产 所以我在这里 是推荐好东西了 我们希望说 大家可以用到比较安全 因为我们吃这些东西 都是为了身体健康 如果吃了身体会有一些危害 我建议大家不如不要吃 多喝水 多运动 多吃饭 把饭吃好就好 但是假如你想要找一个 比较好的灵芝的产品 来保养自己 那我真的推荐大家 Newskin的超级灵芝 非常非常好的一个 而且它荣获两项健康史语认证 非常推荐大家来使用 谢谢大家下次见